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前世也是许多人很有兴趣的一个领域 那么昨天我做完灵魂投身的秘密第三个影片之后呢 恰巧就一位听众留言说 灵魂是否可以记得累世的记忆 以及如果我们要记得这一世的记忆 是不是要做灵魂的提升 好,我们今天的影片恰巧就是谈到前世今生 但是呢,这个创造一切的源头 它早就设计好了 一定不会让我们记得前世的 因为一定要让我们忘记 你想,如果我们都记得前世 你是不是会知道说 可能你这一世的女儿是前世咬死你的狗 或者你这一世最疼爱的儿子 前世是杀了你全家的强盗 或者你这一世最好的闺蜜 前世是抢了你老公的小三 那么这个天下不就大乱了吗 这一种不是会陷入一团乱吗 这个情绪要怎么平复呢 我们要如何过完这一世呢 我们永远在纠结了前世 前前世,前二十世,前三十世的一些记忆 这样是会团乱的,所以招主真的很神奇 一定要让我们忘记过去 而在今天的影片 菩萨正好也会跟我们谈到催眠 因为许多人对前世很有兴趣 所以会想透过催眠呢 来去了解前世的事情 说到催眠呢 我本人呢就花钱去进行过两次体验 一次是三个小时 有一次是一个小时 两次都是三千多元 那么两次经历下来 我的结论是 以后我不会再想去做催眠了 因为呢 我们当下看到的景象 我们无从判断 到底是真的是前世的景象 还是我们当下的幻想 天马行空 你想想看 你现在只要把眼睛闭上 有一个人引导你 问你说 你现在看到什么 你都说得出来 你看到什么 无论你是看到是花还是草 阳光普照 还是下雨 还是猫 狗 你都可以讲得出来 虽然第二位的催眠老师跟我说 不要用肉眼 我们眼睛是闭着的 遮了一块布 他叫我们不要用肉眼去看 要用第三只眼 他说第三只眼在这边 但是我们无从判断 我们要如何去运作这个第三只眼 因为景象是不确定的 令人怀疑的 所以结论就会让人家没信心接受 所以呢 催眠目前为止 我大概不会再去做了 好 那么这个 接下来影片呢 是两位观世音菩萨 和一位灵修者的对话 这整个菩萨的开示非常长 我分了好几个影片来做 有兴趣的朋友 欢迎你前面的几集 先看一下 或许你整个概念会比较清楚 虽然说这个内容很长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还是有限的 也许菩萨没有办法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把宇宙的真相讲得很清楚 可能你还是会有怀疑 留待以后 如果我们还是有机会 能够有答案的时候 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 今天菩萨要跟我们开示什么 问 谈谈关于过去世好吗 菩萨说 这个话题既有趣又沉重 你们在过去世 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绝伦的经历 扮演过那么多的角色 这些角色有时是那么的可爱 有时又是那么的令人感叹 就你 Sekila来说好了 你不断的反复体验当男性 女性 你的男性能量发挥的比较好 所以你当男性的时候 通常比较自在 在个人发展上 也比较有机会展现更多的才华 不过曾经承受的压力与痛苦 也更强烈 反倒你当女性就发挥的 不是如此的好 通常你的情感比较压抑 甚至有几世是因为 情感关系问题而轻生 但并不表示 你身为女性时就不快乐 你还是有几世过得挺不错的 这些前世的问题 有些会反映到你们今生来 但不一定是全部 需要看你今生的环境 周遭人事物的变化 是否刚好引动过去世的一些记忆因子 你们总想了解前世与你今生 到底有些什么关系 而确实 前世与今生是很密切相关的 你们今生很多的情绪 关系 人生发展 都会跟你的过去世体验有关系 虽然 你们不会记得过去世的事情 但这些你曾经经历过学习过的 以至于你所发展成的灵魂特质 都会一直跟随着你 所以你们有些 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兄弟姐妹 在同一个环境下成长 还是有完全不一样的特质 从某个角度来看 过去世的历程是很有趣的 因为有那么多的变化 有过那么多的人物参与 就好像你亲身去演过几千场 感觉很真实的电影 而你的亲朋好友 也随时在某一场剧中 穿插一脚 有些人这一世是扮演你的兄弟 下一世则是改成扮演你的女儿 有些演好人 有些演坏人 当他们扮演你的亲人时 你非常爱他们 等他们演坏人时 你又对他们充满仇恨 种种这些剧 不管是喜剧 悲剧或闹剧 总是如梦一场 但通常你们太入戏了 每一次 你们都将戏中角色当作是真实的 你们忘记了 这是上帝为你们搭建的舞台 当你演完这一场 你又会去另一个舞台演出下一场 因为你们通常会将戏中的一切 当作真实的 以至于太过入戏 甚至下了戏还是无法回复过来 有时你们已经演到第五百场了 但下了戏之后 却还在第135场的剧情中 回忆流连 这就是你们灵魂痛苦的因素 你们其实可以在几场戏之后 就醒过来 你们要了解这些不过是戏 你们没有必要为过去 所有这些剧中的人事物 再产生任何悲伤痛苦 遗憾等种种负面情绪 就如你们在人间看电影一样 有时电影剧情太逼真 你们就会不由地融入剧情 甚至在电影播完散场之后 还为剧中人物唏嘘感叹 或许你们喜欢沉醉在剧情中 但这些情绪终究不应该停留太久 问 我们如何知道过去世的事情呢 为何不让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 先知道这些事情呢 这样 我们不是就更容易从剧中醒过来吗 过去世的剧情 为何会一直让我们流连忘返 或说一直影响着我们呢 我可以随时醒来不是吗 菩萨说 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知道这些 你必须先有心理准备 因为这是一场非常严肃的话题 先坐稳了 再慢慢听我们细说 从古到今 你们一直在问 有没有过去世 我这一生过完是否就此完结 我过去世曾经经历过什么 但是 你们很少得到完整的答案 因为你们没有人会记得过去世 有的话也只是不完整的一小片段 你们总是想要找出更多 关于过去世的体验 你们甚至 想借由催眠或求助通灵者来找出答案 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就算你们借由催眠或通灵者 也不一定能找到答案 因为 你们进入催眠时 唤起的记忆不一定是完整的 可以说有时 你将过去的第五十场剧情 与第六百场剧情 或是这一世的剧情 全混在一起了 当你看到过去世的妻子 你可能将她跟你现今的女友 联想在一起 而认为她们是同一个人 事实上 这也许只是你内在的投射 而更多时候 你在被催眠的状态下 并没有唤起过去世记忆 只是你自己内在 重新再编造出一个剧情来 问 那我在十几年前看过的那一本书 《前世今生》怎么说呢 那一位心理医生 不是让她的个案唤起前世记忆吗 甚至还有一些高龄 借由那一位个案 讲出她平时讲不出来的 很有智慧话语 菩萨说 那是一个特别的例子 有较高次元的灵体 准备借由那一位心理医生 传递讯息给你们 就像现在 很多较高次元的灵体 一直传讯息给你们一样 就因为如此 所以那一位女性 可以很清楚 完整地看到过去世的经历 也就是说 除非我们愿意 让你们看到完整的画面 否则 借由催眠或是通灵者 传讯息 还是无法完整 甚至可能扭曲 问 你说通灵者传递的 也不一定正确吗 菩萨说 那要看这一位通灵者 所连接的灵体 是否是属于 高次元空间的灵体 我前面说过了 有些灵体 不一定是友善的灵体 它们的能力 甚至也不够高 虽然是比你们高 而你们就很轻易地 去崇拜相信他们 将这些灵体 当作很厉害的神 再说一次 要对你们展现神通力 很简单 但是 有光与爱的高灵上师 通常不会想 对你们展现神通力 因为怕会误导你们 你们也不应该被误导 认为只要有神通 就是很好 很厉害的神 甚至把一些 具有神通的人 当作偶像 听其言 观其行 看看他们 或他们要给你们的 是什么讯息 才是重要的 有时 过去世的问题 是如此的沉重 如此的严肃 以至于 我们也不想让你们了解 过去世 曾经发生的事 你们要知道 所有一切事情的发生 都是有因由的 每件事的发生 都可能带着一个 或数个背后因子 光从事情表面来看 如果你们只观其一 不知其二 则会有严重的判断误差 这也就是 为何我们一直告知你 不要随意评论 批判的原因 如果你们只用一个事件 去评断别人的对与错 这样 你们不但失去了公正性 也可能为自己制造了业力 如果你了解因果的关系 你将不会想再评论别人 不会随意对某些事情的发生 做出评断 将来 你们回到灵魂状态后 你们都有机会 回忆起过往所发生的一切 这也是你们 每个灵魂以后 必须面对的难处 这种回忆是如此的真实 如再次清零一般 这回忆绝对是无法被抹去的 你们累世的所有生命 所经历的所有事件 完完整整被记录 就像你们的每一生 都被完整录影一样 这不是记录在某一个空间的 一个你们称为 阿卡沙的图书馆里 而是全然的 就存在你们的灵魂里 这也就是 为什么当我们看到某一个人 就可以完完整整的 知道他的过去是历程 你要知道 我们对你们的爱 有多陌生 虽然与你们整个灵魂生命相比 你们受苦的时间 是那么短暂 而往后欢乐的时间 是无穷无尽 但是看到你们受苦 还是有许多高次元的上师 想来协助你们 帮助你们快速通过这个第三次元的灵魂实验期 尽管对我们菩萨而言 这是你们的体验 这是你们灵魂必经的过程 但对于比你们较高一点次元的上师们 却记忆犹新 虽然以你们的时间来算 这些上师提升到较高次元 已经经过数万年到数十万年 但灵魂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与你们目前人的记忆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他们总是急切地想来协助你们 就算你们无法感知他们 从九元以前 他们就一直在协助所有第三次元的众生 这当然不只是你们的地球 你们在地球虽然有许多的痛苦与灾难 但基本上 这还算是一个好地方 盖亚地球有自己的进化 有自己的提升之路 它也是有自己的呼吸 它的身体状况变化 有时会对你们生物造成很大的伤害 比如火山爆发 酷寒的冰河期 板块移动等 你们的灵魂已经待过很多星球 有些地方是比地球资源丰富些 有些地方却比你们地球 荒凉贫瘠许多 盖亚已经提供你们所有人类所需的资源了 以你们目前人类所有的疾病而言 在盖亚地球绝对可以找到医治的植物 但是你们不但没有好好感谢它 还肆无忌惮去掠夺它 伤害它 你们要知道 无论如何 你们可以说是与它共生共存的 你们在具有肉体时的体验 有许多欢乐 当然也有许多的痛苦 当你们在肉体的体验感到痛苦时 你们总是一直呼喊 用各种语言 各种名称呼喊我们 我们都听到了 我们都听到了 但是 人间轮回是 一切创造源头定的法则 我们不能去更改 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去更改 我们只能教你方法 教你提升的方法 我们是如此爱你们 我们也知道 总有一天 你们所有人将回到家 回到一切创造源头 为你们安排的欢乐所在地 而过去这一切将成为回忆 充满泪水与欢笑的回忆 你们地球许多人 已经完成艰难的事业 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旅程 之后的旅程 我相信 你们一定会非常欣喜的 假如你们知道 你们过去经历了什么 那么往后的旅程 你将会以为 你已经到了天堂 这一次 我们不是来告知 你们死亡后 有多么的快乐 多么的殊胜 我们不是来告诉你们 死亡以后 每个人都会进入天堂 享有平安与喜乐 也不是来告诉你们 地狱有多么可怕的烈火 有多少酷刑 我们是来告诉你们事实 用你们第三次元的人类 可以理解的经验 来阐述这个事实 虽然所有的事实 离真相还很远很远 用不同次元的角度 来看整个灵魂世界 就会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有不一样的认知 问 我想知道事实 我真的对死亡后的世界 有太多的疑惑 不管怎样的结果 我都愿意听 菩萨说 这一次 我们准备以第三次元的角度 来告诉你们 这是我们许多菩萨 共同决定的 尽管你们已经收到 很多来自高次元上师的讯息 他们都说 死亡之后是很美好的 他们讲的都是对的 因为从不同次元的角度 来看死亡这一件事 就有不同的感知 现在我们准备用你们 第三次元的人类视角 来讲死亡之后的事 我们说过 在过去你 Tekila曾发生过 如此令你感到痛苦的事情 这对你而言 是一个难以磨灭的伤痕 尽管已经过了数千年 你也在轮回多世 转换了不同的星球投身 但这事件 对你依然是个创伤 虽然我们一直协助你 疗愈这创伤 但你却一直让这旧伤复发 能不能完全痊愈 终究还是得看你是否能 放下对这一事件的执着 也就是说 除非你学会了心无挂碍 否则你依然会让这一事件 困住你 而你累世痛苦的回忆 不只有一件 如前所说的 这种回忆又是如此的真实 如再次清零一般 这回忆绝对是无法被抹去的 你们人类的记忆可以遗忘 但灵魂的记忆却无法遗忘 当你再度回忆起那时的情况 就将再度陷入那情境 从外在来看 甚至很多比你更高次元的存在体 也是看不到你已经陷入的情境 他们只是感觉到一个灵体 非常安静沉重 充满浓重的负面能量 但这时 我们却知道你已经再度进入过去那情境 看着你的灵魂痛不欲生 像在地狱里的痛苦 每一秒钟对你都是折磨 这就是地狱 地狱不是一个地方 它不是真的存在 但是你却一再体验它的存在 因为它的存在方式 你们人类是无法理解的 这样的折磨 也是在过去九元以前 我们所曾经体验过的 我们曾经走过你们目前所走的路途 尽管那已经经过了数千万年的时间 问 你们曾告诉我关于我自己的这一段历史 只是你们把地狱讲得如此浅白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 我们很多人比喻 身重病时的痛苦 为金钱生存挣扎的痛苦 就宛如身在地狱 是这样子吗 菩萨说 灵魂所承受的是好几世的 这样说 你懂吗 问 我知道你们要表达的是什么 那我们如何可以让灵魂脱离这些宛如身在地狱般的痛苦呢 菩萨说 你们必须提升你们的灵魂意识 提升你们的灵魂能量场 虽然意体这些轮回转世就只是系 你必须学会不再入系 这在后面章节我们会讲得更清楚 问 你们为何选择在这一时刻来指导我们呢 高龄上市的讯息在这几十年内不断地传递进来 我们数千年来的历史好像没这些记录 菩萨说 我们从数千年来一直都有给你们讯息 只是 在过去 你们的传播媒体不发达 所以你们无法发现那一时期的讯息 释迦牟尼佛 耶稣 穆罕默德 还有许多圣人 先知 不是一直给你们讯息吗 过去 还有许多人 也一直在接受高龄上师的指导 只是这些讯息 没有传播出去而已 而现在这时刻 也的确是个不平凡的时刻 你们的集体意识在提升 你们地球很多人类也即将进化 即将提升到第五次元 这是一个欢庆的时刻 我们带着极大的喜悦来看着你们提升 此时有无法言语的爱的能量在整个地球流动 你们有很多人感受到了 问 地球上每个人都可以提升吗 还是说 有些较老的灵魂才可以提升 菩萨说 不管你是年纪大一点的灵魂 或是年纪较轻的灵魂 你们在我们眼中就如墙宝中的小baby 所以在你们之中 没有所谓的老灵魂 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决定要在这里 也就是第三次元停留多久 但这意思不是说你现在就可以说 我要离开了 而是说你有自由意识可以选择步上提升之路 你可以选择往前进或是选择停留久一点 这样的意思你了解吗 问 你们是说如果想提升的人都有机会可以提升 除非他还想在这第三次元的地球停留久一点 菩萨说 想提升的人都可以学习到方法 只要他愿意 问 那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 无法收到这些讯息的呢 菩萨说 我知道你指哪些人 对很多人而言 提升到第五次元 不是一世就可以的 他们可能再反复来到第三次元的地球几次 问 也就是说 未来这些提升的资讯 会传播到整个世界 而很多人可能在那一世 那时候才会提升 菩萨说 是的 但也不是每一个人 因为有些灵魂在几世之后 意识进展也还不到那程度 而有些灵魂即使没收到这些讯息 但已经可以提升了 问 如果说 我们在未来几百年或几千年 把整个地球搞毁了 人类全部灭亡 那这些灵魂永远无法提升咯 菩萨说 他们会投身到别的星球 继续他们的灵魂旅程啊 问 你们这一番谈话 好像又颠覆了我的认知 我可是与神对话系列的忠实书迷 你们讲的与老神讲的好像不太一样 菩萨说 所以说 你必须再去好好重新读过老神的讯息 等你将我们的传递的这一本书看完 老神要表达的很多深意 你就会更清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